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是中国刷脚队,在亚运会夺得的首个冠军,刷脚女子自由是76公斤级,周前8-0完败日本选手获得冠军,女子体操个人全能项目,成立了度的冠军,队友罗怀获得亚军,男子400米自由勇,孙杨以3分42秒92的成绩夺得冠军,现在就差个1500米自由勇的冠军了,直接临线对手 几个人的身位,女子抬拳到57公斤级,洛宗是列比武显胜韩国选手夺得金牌,男子50米自由勇,于何心以22秒11获得冠军,女子50米洋勇,刘香以26秒98的成绩,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,而洪框少女赋云会自获得银牌,刘香赋云会男子上第自行车越野赛, 马后,女心警包了金银牌,女子山地自行车队,摇变娃,李洪凤包了金银牌,男子50米步枪,挥此成后来巨杀夺得冠军,武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支枪术,郭梦娇获得冠军,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支棍术,吴兆花获得冠军,女子水球,中国女子水球队,以16比4, 战胜中国香港队获得冠军,女子100米蝶勇,张宇飞翼57秒40获得亚军,冠军则被日分队的池江黎花子破赛会记录夺得,男子花剑个人赛,狂,孟坎尼人夺得冠军,男子200米蛙勇,唐海良景获得一枚铜牌,射击飞碟多项混合团体赛,王小金,都宇获得铜牌,女子67公斤极自由式摔跤, 高胖获得铜牌,亚运会比赛第三个比赛日,中国获得15斤6业三桶,总奖牌30斤17斤12桶莫58枚奖牌,继续领跑奖牌榜,感谢您阅读我的文章,您的阅读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